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香港剛剛看新聞,就見到發生了一宗巴士MMA大混戰,就有個阿伯戴著口罩咳兩聲,竟然引起附近乘客不滿,有兩個人竟然是連環拳打的,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? 現在惡到咳咳? 看新聞怎說,就有一架龍運巴士發生MMA大混戰,有網友在Facebook發貼,就說一架由荃灣開去東涌的E31線龍運巴士見到一個戴口罩的阿伯,疑似因為他咳兩聲,戴著口罩咳,引起隔離座乘客不滿和他吵架之後大打出手。 有一對男女分辨用手,捉住阿伯的腳和連環拳一拳拳打他,對面也有一個握拐掌的阿伯,就握住拐掌,不斷打他,說這個是一個打幾個的阿伯。 而發貼的網友就說,車長當時表示,如果這些攝氏者再吵的話就要下車和報警,同時就要求他們分開吵。 但是長頭髮的女人仍然繼續罵,這個網民又說,女人坐到另一個座位之後,這個戴著口罩的阿伯一直合上了雙眼就擔心有些什麼事。 他就下車之前就跟車長說啦,就說長者的情況怎樣,就叫他通知公司。 還不現在,惡到這樣的嗎?戴口罩咳,是傳不到病菌給你喲,有少少常識好不好? 即是不要躁到這樣啦,幾十歲人咳兩聲,還要給你幾個人一齊圍吐。 即是怎講都好啦,你幾個人打一個就要打掛伯,拿武器拿拐掌去打,是一件非常之過分的事來的。 那咳咳兩聲,個個都會的啦。 再加上現在,疫情都很多政策放寬了,還那麼敏感,幹嘛鬼呀? 如果人家戴著口罩咳兩聲你都接受不到的話,那不如你不要乘巴士啦,你自己開車啦,那就沒有人在你旁邊咳咳。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下邊留個言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